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画一下我的这一幅蔷薇 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纸张尺寸呢 是A5的一个尺寸 准备好这样的浅蓝色 还有这样的绿色系 还有橙红色 准备好这些颜色就可以了 我们第一步拿出彩纤 把这个画面的构图给它定好 在画的过程当中 注意这个上下的一种层次感 好这时候我们这一块区域呢 就是主要描绘蔷薇的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流出来 流出一块空的 好这时候我们拿出这个天蓝色 从下往上这样子给它扫一遍 扫的过程当中 注意这个颜色的一个深浅的变化 从上到下依次 从深到浅 好这时候我们用浅心蓝 给它叠加一遍 这时候再用白色给它混一下颜色 混完之后我们用手给它涂抹一下 在涂的过程当中 横向涂抹就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用白色不断的去调整这个画面 让它有这种渐变的关系 好这时候我们用彩纤 把这个屋檐部分呢 给它描一下 用黑色的彩纤 描一下就可以 好的这时候我们把屋檐上的这些小瓦片呢 也给它刻画一下 斜着画一下就可以了 注意这种瓦片的这种方向感 然后右半部分我们同样的也给它找一找 好这边找完之后 我们就要拿出灰色的彩尖 把它的这个投影部分给它照一下 因为光线照在这个屋顶上的话呢 屋檐的下方会有这样的一个暗部 还有就是墙面 因为它就是经常被雨水冲刷的话呢 它有一些颜色这样子往下溢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也要注意这种细节的刻画 好这时候拿出这种淡萌黄 把这个墙面呢 给它稍微的来点颜色 如果全都是白色的话呢 就感觉太新了 我们用一点这种黄色 有一种岁月斑驳的痕迹在上面 好这时候我们把这边的屋顶部分呢 也给它刻画一下 然后用白色提亮一下 提亮完之后我们用黑色的彩纤 在它上面再走一下就可以了 好这时候我们拿出葛绿 先把这个蔷薇呢 它这个绿色叶子部分给它找到 然后再用草绿去给它叠加一下 叠加完之后我们拿出这样的深棕色 局部给它加深 再用小刮刀给它稍微调一调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拿出这种黄绿用刮刀 去给它局部提亮 其实就是中间这一块呢会亮一点 左半部分呢是稍微深一点点的啊 让它有这种光影的效果 就是明暗的对比 好这时候我们用深红色 或者是红色都是可以的 直接刮下来按压在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拿出这样子的一个橙红色 在中间这一块呢 给它来一点大小不一样的 就是颜色要浅一点 好我们这时候再用鲜红色 就是有一种粉调在里面 也同样的按压出大小不一样的这些花朵 因为中间这一块呢 它就是相对来说更加的突出 然后形状也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所以我们用小刮刀去给它刮一刮 然后再用这个白色中间呢 给它提亮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的光影效果会更加的强烈一点啊 好我们再用小刮刀去给它转一转 好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投影部分呢 给它找一找 因为光线整体是 就是有一种从上面打下来的感觉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影子呢 给它稍微带一点就可以了 好的这时候我们把左半部分 这一块的门的一部分呢 给它画一下啊 这是局部的一个表现 好再用刮刀去给它刻画一下 这样的细节 叶子呢局部在点缀点缀 今天的这一副蔷薇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把四楼的纸胶带撕掉 看看整体的效果吧 今天是第二次画 跟第一次画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带来去尝试尝试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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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